中小學自八月三十開始已經開學了 不過中華大聲的貪金國秀 自這學期開始正式開學 十九位學生都要去新的學校 不過看開學聯名自九位表示 管府的各式的過程有行政的問題 已經透過律師提出行政訴訟 建後六十四年的大聲貪金國秀 中華管政府講過今年八月開始停舊 後來扛贏贏 廣州議員沒有認真理學校 準備出來專程做遊學中心 一十九位貪金國秀的學生小孩 是專家附近三間國秀 聊天時的小孩就是其中一個 現在不然老庭變得更多 也會煩惱小孩的接應問題 我們也是怕公共霸凌 還是說環境的不熟悉 比如我們這麼少的學生 人家還有在教 不是像我們這麼高的 說明會說跟公定會預期辦 教育審議委員會也沒有邀請我們地方任何一個人 你都失智下黑箱周圍你們說過就過了 如果國台聲響差距 人口外語也變比較嚴重 甚至還有別存的疑惑 因為管政府沒有過家庭的意見跟學生小孩的困惑 行政提出率變成形勢 已經透過律師拿去行政訴訟 中華管政府是說 貪金國秀是轉型不是緩號 而且29個元貪金國秀的學生小孩 受到款都沒有受影響 對主教育 提出行政訴訟表示順調 政態修法地破壞 記者綜合報道 這裡 就 臨